好 好 语语语语 啊 语 全的嫂娘 旧六律 你免得悲伤 养老同时 抵辰了当作年之后 地球是你大爷小弟 哎 哇哇哇哇哇 什么毛病啊你 那呀 你在这干啥呢 我唱花脸 你唱啥京剧啊 你在这啊 哎呀 这二米粒怀孕了 你不知道啊 现在是胎教最重要的时刻 你别看现在孩子在他肚子里 他啥都能听见 你在这唱花脸 你影响他的发育 不是我唱花脸 怎么能影响到孩子 你说这话我听不懂 这有啥不懂的呀 你整天喳喳喳 妈呀呀呀呀 孩子生出来不得跟张飞叶似的 爸你这样 那我唱啥呀 你唱花脸 我唱花脸 你看看街坊 你们非常了解我的岳父啊 你看我岳父这个身形 这个气质 就是一个蛋啊 对不起岳父 我是说你像个花脸 我唱不了花脸 我就能唱花脸 爸 我妈怀二米粒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唱花脸来着 你妈怀二米粒的时候 大师父我不唱京剧 那你 我那时候练口气 哦 天天吹领孝 你看看 怪不得我妈给我生了个二驴子呢 我现在好了 你看自从怀孕以后 我媳妇多文静 我吓声到现在 我看着 头一回看着这么稳的 多文静 听音乐呢 哎呀肯定是高压的音乐 媳妇 听啥呢 干啥呀 我停了吧 干啥呀 媳妇你这胎胶的 你怎么能很忐忑呢 怎么的了 我喜欢呢 你能喜欢这个吗 孩子生出来长大了 眼睛也这样的 妈妈我回来了 你有病吗先生 我听说忐忑 我孩子就非得长这样啊 你听点高雅的行不行 废话高雅的 我不听不懂吗 听不懂不会装懂吗 我还装 你听点莫扎特的 谁 你莫扎特在文艺圈里 挺有名啊 他师父是谁来的 他师父是个舌枪 什么舌枪呢 带购位去了 莫扎特 那是外国著名的音乐家 这知识面挺宽的 当然了 莫扎特是哪国人 把孩子耳朵捂上 捂上 对 爸呀 我给你提个醒 以后我不知道的知识 你别问 孩子笑话我 哎呀 看来以后咱说话 还得助点意呢 注意啊 对爸 你这话说到点上了 你们俩 现在就是孩子镜子一样 你知道吗 对 这样是孩子的老师 对 你们说什么他都听得见 知道吧 所以说以后对着我的肚子的时候 说话办事一定要注意素质 你别老可 他是说点没有用的 我就说你呢 以后见着咱们街坊邻居什么 一定要面带微笑 注意素质啊 是吧 我的那句甜字谱 你千万可别把二米利的话当耳旁风 是 是不是 你一定要牢记他对你的哼哼教诲 怎么 把耳朵鼓掌 哎呀 以后不认识的字 你查查字典再说 就是 这让孩子听见 什么哼哼 那不是哼哼教诲 那怎么说 敦敦教诲 你给我蹲那吧 他一会他哼啊 一会是你蹲蹲的 都是啥来了呢 那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那叫 他铸铸教诲 铸铸 我三个半妹子呢 还有那个前生分 你别洗了嘛 哈的 我跟你说啥 你往心里去 知道吧 我去去去 我告诉你 你要再像以前那样的话 你就给我搬出去住 等孩子出发 对得住 你再搬回来 知道了 知道了 对着孩子说 快点 宝贝 爸爸知道了 小鼓道 小鼓道 我哪儿子过 我都看着你了 啊 都出来 你惹他了 我没有啊 我不跟你说多少回了吗 全小区你惹谁都行 千万不能惹这个小娘 爸 我 没事 我没事 黄小华 干什么 干什么你 哎 前一番 你擦着什么 你擦着什么 对着我的肚子 注意素质 OK 黄女士 你好 你找我前顺风 有什么事吗 不是 你什么套路啊 你请坐 我坐就坐 我还不敢坐了 黄女士 你看找我 你到家里去找我呗 你在这儿找我 没有红茶 没有绿茶 更没有咖啡 哎呀 我这样怎么接待你呢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这儿吧 我没事 我就是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小土豆 你这样弄得我都不会了 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怨火 那个小黄妹妹 你来到底什么事啊 我还不是他 我在小区走路呢 我走得好好的 他那车呼喳从我旁边开过去了 借我一水水 你看看 哎 我让他停 他一脚油门踩 他走了 哎 小土豆 你说你跑得了和尚 你跑得了庙吗 你啊 前日方你怎么又干这事啊 他完全是在 对不起 岳父大人 据你对我的了解 我能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吗 能 爸爸 好的 既然你都来了 那行 那我错了 黄女士 请你原谅我吧 对了 衣服脏了是吧 没关系 我赔偿 你说多少钱 我赔你 聊完了 聊完了 不用再吵一会儿吗 吵架 多么不文明的行为啊 来 拿上 不是 你给我钱干啥 我缺你那两个钱呢 我是来讨礼的 我不是来讨钱的 不要钱呢 那就好办了 那你把衣服脱了吧 我给你洗 你让谁脱呢 在哪儿脱呢 他这儿脱实在是不文明 要不这样 我还是给你两百块钱吧 你去清洗一下 对不起 我这么咋了 我觉得他今天挺好的呀 幻叔啊 你女婿这两天脑子没病吧 我觉得他脑子一贯有病 就这两天挺好 给我的呀 给你的 那我拿着了啊 拿着吧 那你瞎 小土豆 你看你这样一下弄得我不好意思了 好像真的我特别不讲理似的 你刚才要你这个态度我就不来了 是的 行了事情解决了 我走了啊 等一等 黄女士 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下 我还有一点事情跟你商量商量 行行行 没问题 岳父大人 你能不能陪着我的太太 到别处去遛个弯 他有事是吧 是 我跟你有点事 行行 那你们聊啊 你们谈事 对对对 走吧 好好 辛苦你了爸爸 好好聊啊 你慢点走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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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不要穿高跟鞋 你最近怎么有变化 我站起来 钱还我 你给我的 黄小黄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今天开车进小区 你故意挡在我车前面 你什么意思 什么我故意 我那边正常行驶啊 你那是正常的行驶 你那叫正常行驶 怎么了 他家伙我开着车 他在前面咔嚓咔嚓 我跟着你一百多米 你就不会往边上走走啊 我怎么知道你在我后面啊 我滴滴滴 喇叭你听不见呢你 我戴上耳机听音乐呢 老跟我装门一青年 你听音乐 你知道莫扎特是谁吗 知道莫扎特是哪国的音乐家吗 你知道是哪国的吗 我知道我还问你 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你告诉我 你就是不知道 告诉你黄小黄 咱俩没有必要为莫扎特在这吵架 对 这事也拜不着麻烦老莫 你故意的挡在我车前面 你是不是在这碰瓷呢 谁碰瓷谁故意了 你说那我这一身谁 我是故意见的呀 看来是故意的 你 哎呀我借你一身水 谁能证明 街坊邻居们 你们看见我借他一身水了吗 我听你的 看 看的男人都看见了 看什么看 我告诉你 我车里有摄像头 我摄像头是冲钱的 我就看见你 在这故意挡我的路 借你一身水 我摄像头可不会摇头 哎呀 小土豆子 怎么着 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要呢 是吧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打你打听 我黄小黄在小区里是什么A号人物 我也不是吃素的 好 你刚才我建议你的态度特别好 两百块钱就算了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过不去了 我这身衣服这身衣服 我明白 两百块钱就够了 你加钱你赔 我赔你 我赔你一脸我 我赔你 钱还给我 我赔什么还给你 你没见过钱呢你 好 我告诉你 你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跟你没玩 你还说 我告诉你 啊 对不起 不是 这欠还没倒完呢 这道欠还勾欠呢 勾欠的吗 你原来找嘎巴锅了 对啊 钱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对不起 不是 小土豆 你咋不按套路吵架呢 你连这么整 我都不会了 我觉得我刚才对你的道欠 实在是不太真诚 你刚才不是还跟我俩八八 我八八的也不够真诚 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再次向你道歉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对不起 我问你 我刚才是不是在正常的走路 对 那你 你是不是故意捡我一身水 是的 事不叫你 缺不缺德 我缺德 我缺了大口 那我问你 要两百块钱多吗 多吗 就是因为我觉得少 我想再给你一百 小黄女士 我觉得你可能不好意思要 不好意思要 谢谢 再见 我站住 你为什么 岳父大人 你能不能带着我的太太 再去溜个弯 不是太溜啊 我和黄女士的事情 还没有谈完 那行 那你快点啊 好的 一定要注意素质 是 今儿表现不错 慢点啊 注意态度啊 好 你没见过钱呢你 你要干啥呀你 你给我在这抢钱呢你 谁抢钱了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是谁 在这个小区还有敢惹我的 电话里这个 我家房子的首付谁不呢 你 你 小黄 你 就是左脸欠抽 右脸欠串 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 皮比成家后子弹都打不够 怪不得呢 怪不得你这个大碎碎 你都嫁不出去 我再告诉你一遍 你永远都嫁不出去 你再说一遍 我说一遍 我说一百遍 你嫁不出去 嫁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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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谁都说 你嫁不出去 小黄啊 那个 我老公到底是把你咋的了 啊 这多大愁多大怨哪 到后面跪下就顶大天了 这怎么给我们都这趴下了呢 他说我嫁不出去 你就是嫁不出去 你太有秀了 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他 太完美了 你beautiful 对不起 小黄啊 不禁不得就行了 全世界都给你这样了 你就别得理不让人了 就是啊 我得理不让人 我得理不让人 我平时吵架的嘴也算快的了吧 刚才他把我骂的我嘴都插不上了 对吧 小黄妹妹 我刚才一直看见 你才骂他呀 我明白了 是不是我一来的时候 他就对你毕恭毕恭 斗气 我一走了 他对你态度特别恶劣呀 骂我 行了 这样小黄妹妹 我替钱顺芬呢 向你道个歉 对不起啊 他呀 就是在跟我装人呢 知道吗 就是他现在所有的好听的话 都是说给我肚子里孩子听的 是吧 就是拍叫 肚子里的孩子 啊 阿米莲 你那里有小宝宝啦 啊 我咋不知道呢 不可能啊 我怀孕的事我都当告示一样贴满小区斗志 你都能不知道 前两天我出国了 我昨天刚回来 啊 那就难怪了 那你 你不知道就可以理解的 太好了 太好了 阿米莲 哎 你怎么能怀孕呢 这个 因为我老公啊 这个问题回答的太正确了 小宝宝 我是你小黄姨 你乖乖的 等你出来以后 我给你买好吃的 对了 你这样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你宝宝 你正处在那个太旧阶段 你知道不 你千万别让宝宝听见别人吵架 要是你遇见爱吵架的人呢 你就离他远一点 你知道不知道 对实在离不开 你就熟悉六个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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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小宝宝 我刚才跟你爸爸那不是吵架 那是玩耍 啊 啊 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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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爸爸跟华姨在在闹玩呢 对对 我刚才呀 我故意倒在你爸爸车前面 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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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刚才我故意见了你华姨一身水 我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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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见 你俩看啥那个这是 宝宝 哎呀 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爱好 是 你看你的老爷就喜欢锻炼身体 对 你老爷锻炼的是腿 我跟你华姨锻炼的是嘴 我见你听 红鲤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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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耶 我下次说得说 这个老宝不带上 行了行了 哎呀 我也初看了 这锻炼的目的也达到了 来 这个道具我还给你 你拿着吧 哎呀不用 你拿着吧 我走了啊 那明天接着练 哎好嘞 等会儿等会儿 明天还接着练呢 啊 啊 你明天要接着要跟他练 二本日要不在场 你还插不上嘴 我算看明白了 啊 当着孩子面啊 你表现你是太地道了 只要一背着孩子 你太不知东西了 我胎叫胎叫 是你要教育胎儿 现在我怎么感觉是胎儿教育你呢 人权背后你得表里无一 你那毛病得改 行了爸 别说他了 他改啥呀改呀 他这辈子他也改不了了 行了前顺风 你还是按咱们之前的规定 你搬出去吧 等孩子18岁你再回来吧 别说了 我错了 走 站住 二敏地儿 这时候我得说你了啊 我 你是怀孕了 但是你怀孕 人家前顺风是立了汉马功劳的 说搬走就搬走了 一走18年 孩子能没有爸爸吗 不就是刚才我们俩吵了个架吗 对啊 行 这事啊 我搬走 小黄妹妹 你可不能搬走 这事跟你没有关系 孩子是我的亲生的 哎 我搬我搬 别说18年 38年 我不含糊 是吵汉 小黄妹妹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仗义啊 哎 哎呀 今天这件事 我对你是肃然起啊 我也对你刮目香啊 我对你俩是很挺好物啊 你知道吗 小狗 你可不能搬走 你要搬走了 我就孤独了 我在小区里 少了一个强有劲的对手 是呢 这段时间 小黄妹妹出国了 我就觉得小区里缺了点什么 是不是 是的 我们俩之间的友谊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他们看不懂 对 对了 啊 我今天刚买了一个冰箱 哦 我现在让工人搬上来 找什么工人呐 找工人还得花钱 男是哥们儿啊 这事交给我 哎 小土豆 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 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样呢 哎呀 花钱也是我花 咱有钱 哎呀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你 爸爸 哎 我觉得他们俩这友谊 正常人是不太能理解 不只是正常人 野生动物如果能理解 我都是钱顺峰的孙子 不如这样吧 我们还是去溜个湾吧 好 哎 我还是去溜个湿 呆